说到他们的重组新冠疫苗 就以国内的上市批准 以及境外在多个国家近急使用 其实看到昨天的股价 就一度升了1.5% 不过收市的时候就升幅大为收窄 其实你觉得相关的疫苗 或者是新冠口服药物的相关股份 譬如它做厂的 它会制作这一类药物 其实有没有哪几只股份 你觉得如果大家想留意 这个新冠相关的概念 又近日都可以再留意一下 我想跟疫苗方面 无论是注射或者是口服药方面 偏向上可以留意 就是康熙乐 如果你说不论是疫苗 或者是口服药的消息来说 倾向上都是有一个正面的消息 因为始终现在已经获得国家许可了 它那个疫苗是容许有一个沟针的状况 变成使用的范围就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以至到昨天都是属于一个利好的消息 如果你说有口服药的话 就更加有新产品 市场会冲劲 那一个收入有一个上升的状况 这个也是会美好的 所以一众的疫苗股 如果说未来都是憧憬有一些相关的疫苗方面的好消息的话 康熙乐可以作为一个首选 至于另外一只可以去留意的时候就是这个复星医药 那么就沟针暂时去看相关的消息 那个出现的机会就不太大 因为始终就是复必泰它注射了到人体的时候 它产生那个疫苗的那个浓度 产生那个抗体的浓度相对上来说就比其他的针药高 所以你去沟针如果你由这个比较强的针药 是沟一支针药的时候就激发不到有一个新的抗体浓度去提升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就批准沟针的可能性就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你口服的疫苗相信都会是一个大势所趋 这一类型的消息如果你复星医药会有出台的时候 会有一个利好的诱因在这里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伏星医药可能短期的资金流入就未必有康熙乐这么多 但是如果你说冲警是口服疫苗的时候 现价吸纳风险都不是很大 暂时去看的时候可能有机会 如果你说疫情继续是一个环球上有一个反复的表现的时候 现阶段去看是有机会未来一个月 是尝试到$33到$35这些位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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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